台湾大戴基 不通話不及 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張雨昕 要帶您挖掘台灣秘行 今天的台湾大戴基 我們要來看 這是當年轟動全台灣的炸彈恐嚇案 我們就從麥當勞說起 麥當勞是台灣第一家漢堡素食店 在1984年的時候被引進台灣 一開始還有人質疑 這樣的美式食物 台灣人吃得習慣嗎 而且這價格也賣得太貴了吧 一個牛肉漢堡 它就要賣你62塊錢 你別忘了 在那樣的年代 是一碗陽春麵10塊錢而已 所以這樣的價錢去買一個漢堡 台灣人花得下去嗎 但是沒有想到 這卻意外的受歡迎 第一家開在台北市民生東路的麥當勞 它開幕第一天的業績 竟然就破了麥當勞的世界紀錄 而且在短短的幾年之內 全台各地你走到哪裡 幾乎都可以看到 這個你我都熟悉的M型logo 這個招牌也帶起了 當年在台灣的素食風潮 但是讓人想不到的是 數大高峰 麥當勞竟然就這麼被歹徒給盯上了 1992年的時候 麥當勞的總公司他們接到了一通 恐嚇電話 內容是你們公司被放了炸彈 就在停車場下坡左側花臺上面 有一個康貝特的瓶子趕緊去拿 員工一聽半信半疑的跑去看 果真還真的發現了 在這個瓶子裡頭就放了一張紙條 上頭還寫著麥當勞的幾個分店 已經被我們放了六枚的炸彈 而且其中有兩枚是定時炸彈 一號炸彈設定的時間 就在今天中午的12點鐘 而三號四號炸彈設定在今天晚上的2點半 其他的四枚都是水銀開關引爆 這什麼意思呢 歹徒還特別說明水銀炸彈的特性 就是非常非常的敏感 只要一被觸動 它就會爆炸 如果沒有我們的指示 警方也不能拆除 因為美媒的炸彈裡頭都附裝了縱火計 而且絕不虛假 這個歹徒也說他們的問題很簡單 他們就是要錢 那要多少錢呢 他們要新台幣600萬元整 而且還指定全部都要1000元的舊鈔 就在今晚10點之前把錢給準備好 裝在木質的麵粉袋裡頭 但是麥當勞願意給錢嗎 這台灣治安史上 這一起炸彈恐嚇案 警方怎麼處理 打電話的人是想說 你們總公司樓下的停車場的 那個花圃裡面 有一個東西在那邊 讓你們派人去看看 那個總記者那裡想說 是不是在開玩笑啊 第二次打電話的時候 總記者那講說 那我寧可信其有 總記者那裡就跟上級去反映這個事情 打電話給這個 他們總公司的轄區 那個大安分級 那他們告知說歹徒有放一個 恐嚇性是放在 康貝特P的空瓶子裡面 因為我本身是財政出身的 所以我們當時候處理這個字條 非常的小心 據傳當時由長官要求 影印恐嚇性內容 通知其他分局 但黃家路趕緊阻止 就怕影印後證據沒了 採取相關的生物激症 我們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有一些是怕水 有一些是怕高溫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是 事實上蠻慎重的 把這康貝特P的裡面的紙條 仔細地取出以後 那才知道他有放水銀炸彈 在明勝東路的麥當勞分公司 以及松仁路有一個爆裂物 黃家路緊急通報轄區 松仙分局跟信義分局 並且把恐嚇性等證物 送到刑事局見識中心財政 那出來一看發現不得了 內容它之前是說 麥當勞公司的 台北有幾個分店 被我們放炸彈 那有兩個是定時裝置的 引爆的時間是中午12點 跟晚上兩點半 另外有四個所謂的 水銀裝置引爆的炸彈 那他也沒有講說是放在什麼地方 已經把他的所有的狀況都告訴 這是一個不穩定的一個爆裂物 因為他水銀是一個不穩定的物資 所以你如果平衡感不對的話 他就會引爆 他說很簡單 我就是要錢 你要準備六百萬 而且是要用千元的舊鈔 裝在那個布的資料的 一個麵粉袋裡面 要跟他們恐嚇六百萬 如果不寵的話 他要用炸彈來炸他們的分公司 他有一個地方 他用手寫的又架上去的 他說民生分店 白徒指出 在民生店放了炸彈 警方趕快派人過去 同一時間 戴徒動作頻頻 又再打了電話 第四通電話 再次強調 趕快去松人路附近電線桿拿字條 等到第五通電話再打過來 歹徒要找麥當勞總公司 款達的孫姓總經理 對不起 孫姓現在不在辦公室 請問你哪裡找呢 告訴他明天四點 我們再打電話 出去 那當電話聲響起 就讓麥當勞總公司 款達公司 和警方這邊又緊張了一次 到底歹徒又有什麼新動作 另一頭恐嚇性點名的民生店 氣氛更是緊繃 所以歹徒真的在民生店 放了炸彈嗎 為了安全起見 平方在第一時間 疏散現場所有的顧客 清空現場 而接下來進行搜索 結果在映樓男生廁所的 天花板的那個夾層裡頭 發現了一個綠色的茶葉罐 上面貼上一張字條 寫著炸彈霧洞 這真的是炸彈嗎 防爆人員透過X光機來檢測 發現裡頭真的是一個水銀開關的炸彈 而這種炸彈的特性 只要炸彈本身被移動 在裡面的水銀也會跟著流動 而一旦當水銀接觸到兩個電極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中間導電的媒介 一通電的結果就是引爆炸彈 我們換句話說 如果你有把握在這個炸彈 從天花板上移下來的整個過程當中 你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跟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不會有任何輕微的撞動 否則炸彈就會被引爆 所以根本沒有機會能夠把這個炸彈 移到外頭的空曠地區來進行集檢 那麼接下來能怎麼做 在這邊管制 暫時不要進來 警犯管制人員進出 麥當勞名聲店的員工徹底清查全店 果然發現了疑似爆裂物 聊了這一間的這個地方 天花板上面根本就完全看不到 這個其實位置是很特別的 歹徒放置炸彈的位置 是在麥當勞名聲店一樓南側天花板 隱約可以看見一個綠色茶葉罐 上面貼有炸彈霧動字樣 警方第一時間通知台電人員到場斷電 也緊急通報刑事局的防暴人員來處理 危險 危險 好不好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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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著透明玻璃 看見防暴人員從袋中拿出了防暴衣 準備著裝 氣氛相當緊張 這次任務是台灣治安史上最棘手的炸彈 處理案 國內第一件呢 因為恐嚇 然後你用爆炸 而且是真的 爆裂物引爆了這樣的案件 懷疑員事罷經過 那時防暴人員透過S光機檢測 發現這是一個水銀開關裝置的炸彈 對爆裂物我簡單講 它最可怕的 不是炸藥的本身 而是它的開關 所以水銀裝置就是液體的金屬 所以你一碰的時候它一咬 一咬的時候就會把兩個電極就會解開 當然抗洞也是算非常可怕 你根本還不知道的時候 你一碰它就炸了 這個水銀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個液態的金屬 然後液態的金屬 像現在是沒有Touch到它的開關 因為它的線是平行的 所以現在是Off狀態 就是不導電的狀態 你稍微碰一下 它就倒通了 燈亮了 燈亮了再把它通電 我們穿著水銀裝置就是把它移走 然後到安全的地方 移走就結束了 但是水銀抗洞的話 你當你一移 就閃燈爆炸了 當然你也經過透視了 它是一個真的是水銀裝置 你不能去碰它 那為什麼還會引爆呢 因為以前沒有這種處理經驗嘛 沒有爆裂物處理經驗是很多 可是放在天花板還是頭一劍 水銀開關讓炸彈宛如燙手山芋 痛不得 而且天花板上放置爆裂物 前所未見 一旦在密閉空間爆炸 飛死幾傷 其實爆炸在產生的時候 我們是那火藥 你要知道火藥是從固體 一顆一顆的火藥 變成氣體 它的體積是膨脹八百倍 八百倍 你就知道 你看固體變成氣體嘛 氣化了 體積膨脹八百倍 你看那些氣泡 都從玻璃開始過 那一間房間裡面 最脆弱的除了玻璃當然就是人體 所以在室內的話 對防暴人員使他的壓力會更大 這個茶葉罐呢 最重要的它裡面有餐著了 TNT就是高保養 如果單純只是黑色火藥 可能威力還沒那麼大 那最主要是餐著了 軍用高保養叫TNT 這個TNT保障威力是很強大的 也就是說 在密閉環境又遇上水銀抗凍開關 加上TNT高爆藥 這些因素加乘起來 危險等級拉到最高 暴力物處理只有零分跟一百分 沒有什麼九十幾分 所以要嘛就是完美的處理掉 要嘛就是遇到的話就是災害 因為我們暴力物最危險的是暴震波 就是產生的一些壓力爆壓 你距離越遠就越安全 所以你即便穿著防爆衣 你很接近暴力物的時候 它還是有一定的貢獻 拉爆就是簡單講 你現在用手把它拿開 它就炸掉了 可是用繩索活結嘛 活結圈套以後 我拉的時候那它就會緊縮嘛 緊縮再用力一拉 它就倒下來 繩索你拉了十公尺總可以吧 十公尺你那個威力就很小了嘛 對不對 繩索拉爆就是把那個距離拉到 當時大家討論的節目 最後 使用拉爆這絕對是正確的 只是拉爆的方式是怎麼樣做的 經過了專業的分析還有討論 看起來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在現場拉爆 而這個方法就是要把一個繩索的活結圈套 套在這個茶葉罐上面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把這條繩子 延伸到一個安全的距離之後 再用力一拉 把這個水銀炸彈給拉倒 把它引爆 但是誰來做 誰來負責呢 當時負責執行這個危險任務的 就是防爆小組的成員楊繼章 他換上了厚重的防爆衣 他要所有的人撤離現場 於是他就一個人走進這一間男生廁所 他全神貫注他小心翼翼 眼看他今次已經順利地 完成這個危險任務了 他把這個繩索的活結 套在這個茶葉罐上 但是卻沒有想到 在他準備下旅梯的時候 這一條繩索竟然被拉動 現在拉 基本拉在這裡 防爆小組那時決定 用繩索拉爆方式進行 而負責處理的是楊繼章 在他身邊的劉映中 不僅是同事 也是他的同學 特別這樣叮嚀楊繼章 因為班是劉映中的班 他當天去柔道比賽 而最後換成楊繼章 當時在處理的時候 劉映中已經這個柔道訓練 結束了 已經到現場了 然後他又跟他講說 那是不是換回來 你知道嗎 就是說換我來處理 要不要換什麼 那楊繼章他就想說 今天既然講好了 就是一個講在一個信用 講好的事情對不對 今天換我的班 即使我知道他是抗動 即使我知道他有TNT等等 這些東西很危險 謝松善從過去受過的 防暴專業訓練 試圖還原楊繼章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第一個有可能他在處理 因為沒有燈光 再加上熱 熱了以後那個靜 會產生霧 防暴衣又重又悶 況且生死交官 心跳和腎上腺素飆升 楊繼章滿頭大汗 劉映中拿毛巾 並幫他額頭 臉頰來回擦拭 卻抹除不了 籠罩在空氣中的位置恐懼 以及炸彈奪命危險 你看那個防暴衣 你不要看他只有30公斤 30公斤 平常訓練是30公斤 你在處理爆裂物的時候 他就是300公斤 因為他壓力就來 不知道你面對什麼東西 你面對的 或者是假的 運氣好是假的 運氣不好 遇到一次就完蛋 明明知道你就是不能動 但是責任所在 那所以我在想 他應該就是抱著這種 所謂的捨我其水 捨我其水這種心態 你勇敢的方式 如果衝第一線 就跟坐在一樣 坐在你今天不衝第一線 第一線是 就是要擋子彈的嘛 那你今天不衝換別人 那就是別人要來擋子彈 他這種職人的精神 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知道吧 今天就是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可是劉映舟實在不放心 蹲在兩三公尺外的女兒牆 貼耳聽看看 楊繼章需要什麼幫忙 越緊張 那一定出出的機率就越大 所以他當時希望把情緒 跟狀況稍微喊一下 就說等一下我們同學等著 你要吃這個吃大餐嘛 到桃園什麼吃鵝肉 對不對 鵝肉的大餐 那同學有調侃一下 開玩笑 那就請你吃麥當勞啊 萬萬沒有想到 楊繼章卻永遠無法復約 那最難得的時候 他曉得很危險 曉得很危險 當他爬上這個履梯的時候 他叫他的技術 穿過一遍 我當時爬上去 危險就在眼前 關顧生死 不退縮 不逃走 英雄勇往直前 楊繼章在履梯上的這一幕 竟然成了職情 最後是你 當時他已經準備要下來 繩索也都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在想 可能這個時候 不想是夢到 你繩索從天花板到地下 也有一定的重力 那你怎麼會去考量到 這個繩索在垂掉的力量呢 還有他下來的那種動作去 踢掉 台語叫踢掉嘛 去拉動了那個繩索 他後面叫一個隊長 是不是說要跟隊長講過 好像狀況不對 還是怎樣 不然啪 就炸了 他就開始緊張的 他就派大家救啊 你在等待救護的時候 一秒鐘 你會認為是一個小型 過程之中 護士也告訴他 你一定要跟他講話 讓他不要昏迷 醫生緊急搶救 跟死神拔河 因為看看爆炸現場 就知道威力多強大 已經爆炸以後啊 整個現場是支離破碎 然後你隔開的那個牆壁啊 都被炸開成一個大洞啊 是出目驚心的 天花板坍塌 薯條噴飛 現場殘破 漫目瘡儀 楊記章身上的防暴儀炸得破爛 護胸用的堅硬鋼板 凹陷變形 頭盔破裂 防護面罩碎裂 劉映中他講的 當時就有一張暴震波 就往外鮮血 那個波那個速度是非常快 一秒鐘甚至於到幾千英尺 這樣的一個爆炸 所以他兩隻手都全炸斷 然後內臟其實都鎮血 你看連那個很厚的防暴的鋼板 都內凹了 那表示當時瞬間的衝擊率是很大 那一爆炸之後呢 空氣往外擠壓 往外擠壓裡面 整個又會再縮回 所以一來一回 這樣的對當時在場的人 傷害其實是滿大的 楊記章的五臟六腑 瞬間大出血 傷勢太重 失去了寶貴性命 大好人生停格在二十四歲 這手會重 這手沒有 他沒有手啊 在臨中的時候我就看到了 我的腳大還大 他一直很沒腳 就沒人了 他笑了 回方 就沒人了 沒腳一腳 有難過 就說那也對他 最大一切 台灣大事 不肯半月了 各位好 我是俊上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董事 您的加入是給我們最實質的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 我們看到防暴小組的楊晉昌他不幸因公殉職 而這一起爆炸案也震撼了整個台灣社會 歹徒他是真的放了會引爆的炸彈 而且他不只在一個地方 同一時間在信義區也被放了炸彈 歹徒在勒廚電話裡頭他還提到 走信義路過世貿到松仁路上面 在對面的電線桿上 你會找到一張字條 他會告訴你接下來如何拆彈 後來警方趕到現場果然找到這張紙條 上面寫著還寫錯字了 不過看得出來他是說在電線桿後草叢中 在後草叢中有一個炸彈 但是沒有電源你可以帶回驗證絕對安全 不過這一股非常恐慌的氣氛 還是持續的在蔓延 而隔天在永和的麥當勞也發生了爆炸案 造成了兩名員工重傷還有兩名學生輕傷 而同一天在林分店也發現了可疑的爆裂物 幸好順利的被集檢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不過聽到這邊你看在短短的兩天之內 北台灣有四個地方都被放了爆裂物 而且還造成人員不幸傷亡 還有哪一些地方也可能被放了炸彈 這可不能大意啊 麥當勞也因此下令全台灣所有的分店暫停營業 甚至其他業者肯德基他們也擔心 自己會成為被恐嚇的目標 他們也宣布全台停業 所以在那個時間全台灣人心惶惶 我們的人民保姆他們要趕在最短最短的時間之內 抓到這狡猾的歹徒 接下來我們跟著警方的腳步來找找看 歹徒有沒有留下什麼破案的蛛絲馬跡 這塊破案拼圖該如何做 楊記章英勇殉職令人悲痛不捨 然而危機還沒解除 警方重回歹徒稍早電話中說的 松仁路信義路口地毯市再次搜尋 終於在草叢中找到炸彈 同樣是水銀抗洞裝置 防爆人員用水泡集結 另外電信杆上看到兩張恐嚇字條 寫著電信杆後有炸彈 待會驗證絕對安全 另一張重申若沒準備現款六百萬 即刻執行極端報復 所寫的這張字條來講的話 它寫得很工整 我們猜測應該是它是有所謂的做作 那它的主要用意應該就是要 如果是我們以後在偵查的時候 會不會去比對比機 歹徒嗆瞎不給錢就報復 同時在夜色中蔓延 這一夜好漫長 隔天在麥當勞永和店 二樓顧客用餐區後方的 南側天花板上 竟然發現了茶葉棺跟炸彈誤洞紙條 不幸的是炸彈也爆炸了 據我所了解好像用一個哨拔 哨拔的那個筆去稍微等一次 出錯看 哨拔出錯看 還有加上天花板的一個阻隔 差不多也叫做兩公尺多 這樣的一個距離 所以它的威力我們換算了 差不多也等九分之一 儘管距離拉遠 不像楊記章這麼靠近 爆炸威力緩解 還是造成店經理跟員工重傷 還有兩名用餐學生輕傷 一個多小時後 台北市的麥當勞林森店 二樓南側天花板也發現爆裂物 有了前車之劍 防爆小組這次改用水泡集結 成功解除危機 還好沒人傷亡 然而 從麥當勞民森店爆炸之後 中南路發現水銀開關炸彈 到隔天 永和店 林森店 接二連三發現爆裂物 共釀成一死四傷 我們在他的恐怖治條上面 他做了十個後來改成六個 所以因為他其他的炸彈 放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 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有好幾間都有這種爆裂物 當然這個一般的老百姓 看到電視之後 當然他們會不敢再去 而且父母就交代小孩子說 這個不要去 怎麼樣 所以這個事情就引發了 大家社會的恐慌 所以麥當勞店不得不下令 所有的店就停止營業 肯德基等等 這些外來的這些店 也非常的緊張 也下令了所有的店 暫時的停止營業 嫌犯是用那個茶葉 什麼樣的茶葉罐 製作這一種爆裂物 有燈出來 就是看看一般的老百姓 是不是有那個可以檢舉出來 在那個茶葉罐 他們也有人去檢舉 警察要把他攔下來 真的是去問 各家業者緊急停業 民眾忍心惶惶 社會籠罩在不安氣氛中 檢警換壓力更大了 木板隔間 那這邊整個都破了一個大洞 對 都破了一個大洞 馬桶蓋 馬桶 還有就是木板的廁所門 通通都就是 這邊整個都燒熏燒黑了 對啊 因為爆炸以後產生高熱 爆炸現場殘破 高溫讓激震幾乎都破壞了 找線索得從其他政務下手 首先是恐嚇性的指紋財政 還好很幸運 就是說在電腦打字的那一張 恐嚇字條的背面 那我們才到了三明治 只不過比對耗持費力 因為當年 指紋電腦自動化比對系統才剛上路 資料庫建檔不多 只能靠人工一枚枚比對 檢警跟時間賽跑 恐嚇性中歹徒提到 主縱火 副操控等字也 沒有專業知識的人 哪會曉得 加上直到用水銀抗動開關 跟TNT火藥增加危險性 研判歹徒很專業 跟這個爆破有關係的人 他大家都把他列進去 調起這些人的相關人員的 這個口卡 指紋 所謂的來這樣比對 離職的員工當然這個也會有 同時檢警公布疑似嫌犯 畫像希望民眾指認提供線索 各種方法都做了都沒有好消息 麥當勞總公司寬達跟警方 寄出當年史上天價的獲案獎金 警政處一千萬加上寬達公司 六百萬乘以二加倍 就是一千兩百萬 所以總共是兩千兩百萬 兩千萬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三十坪左右的公寓 差不多是大概兩百萬左右 八十年 八十一年左右 差不多 那你看兩千兩百萬 可以買幾間 黑夜又白天 一天又一天過去 瀰漫在恐慌氣氛中 直到快一周之後的那一天深夜 一名男子喝得醉醺醺 跑到刑事局說要找警察 他說他知道這個麥當勞爆炸案 是怎麼能做的 他說他的朋友 我剛剛在跟他喝酒的時候 他就講說這個是麥當勞爆炸案 是不是我做的怎麼樣怎麼樣 三星半夜的然後又喝醉酒 我們開始是半信半疑吧 兩千兩百萬的破案獎金 當年有多少人他們搶著 要提供破案線索 可是問題來了 其中哪一些是真的 哪一些是根本不能信的呢 更何況是一個喝得醉醺醺的人 他說的話警方可以相信嗎 但是就是因為他指名道姓 而且他說得非常具體 也非常清楚 警方就把他口中的這個人 資料調出來一看 陳希傑他是大安高公配管課畢業的 海軍艦艇下市退役之後 他從事的是水電工作 不過他沒有前科 這樣背景的人 他可能是犯下麥當勞爆炸案的主嫌嗎 你還記得在之前的紙條上 警方有踩到指紋 這拿來一比對竟然吻合了 雖然警方立刻上門去載人 不過還是晚了一步 因為陳希傑他逃跑了 在逃亡期間他寫了兩封信 一封是寫給媽媽的 一封是寫給當年的警政署長 莊森戴 他說他原本只是想要錢而已 他沒有想要炸死警察 他不知道該如何表達他的歉意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找到陳希傑 刑事局值班外勤隊的同仁 對檢舉人做了筆錄 根據公述 麥當勞爆炸案可一對象叫做陳希傑 過去念配管科 現在是一名水電工 但他沒有爆破相關背景 當時接到這個電話 真的我是他抱著是滿大的希望 這個人檢舉一定是經過我們 外勤政他對的同仁 他是去了解這個可靠性有多少 林鐵筆至今印象深刻 一顆心七上八下 由於早年一男都會按耐指紋見檔 趕緊把陳希傑的資料調出來 結果Bingo啦 就是這個姓陳的這個 刑事局幹員二話不說 趕到陳希傑位在中和景平路住處 埋伏歹人 結果只看到他菲律賓籍女友羅莎 那他人呢 跑到頂樓 然後從另外隔壁洞的大樓 就跑出去 羅莎說當初陳希傑去菲律賓玩時 認識了他 兩人情投意合 羅莎後來在台灣的桃園上班 感情穩定的兩人打算結婚 他眼中的男友斯文老實 而陳家仁也不相信陳希傑 會犯下驚天動地的社會大案 突然爆出來說 他的兒子做了偏大的事情 當然整個家庭都亂糟糟了 那怎麼可能是這樣子呢 他們也一直在 怎麼喊冤啊 他們家人講的 說都是很正常啊 甚至也會幫他媽媽洗碗之類的 對... 沒有什麼異狀 遭了消息曝光 媒體紛紛大篇幅報道 恐嚇案 嫌犯就是陳希傑 但檢警千辛萬苦辦到這一步 卻像是斷了線的風箏 這會兒 雜音又很多出來了 你們這樣不小心 人跑掉了 以後很難抓了 搞不好以後會自殺 怎麼樣之類的 會脫渡了 聽說啦 這個事情之後呢 一個禮拜沒有回家 也沒有回辦公室 他們都還是一直在外面 一直在收證啊 所以說他們的壓力有多大 尤其幾天後 警政署長跟陳媽媽 分別收到兩封信 最後都署名陳希傑絕筆 台山倒海的壓力 朝向監禁而來 一個捷的署長 我真的不是想要殺 我只是想要要錢 他是因為要跟菲律賓女友要結婚 需要錢 那麼誰給他媽媽的表示後悔 他是說 我當完兵以後回來 他就是說也沒有什麼 一事無成之類的 很不好意思 這一次又做了這件事情 如果死的時候呢 他要堅氣官 搞不好真的要去自殺 十天過去了 沒消沒息 檢警憂慮 難道欠功盡氣了嗎 他們也是怕說 要是真的 如果說被人家自殺掉了 會被人家妹口怎麼辦 就完蛋了 就快絕望時 一個線報進來 案件露出曙光 陳希傑有個朋友 韓哲明 是開計程車為業 之前從事土木工作 他跟陳希傑 合作松山機場的工程案 時認識 兩人互動很頻繁 秘密證人檢舉說 他跟什麼人有 就是韓哲明有這種聯絡 他們有跟我這個 申請那個監聽票 所以要監聽這幾支電話 從監聽內容 警方得知 潘哲明接套了一通關鍵電話 對方急著要他上 新店山區一趟 警方跟肩潘哲明 他開著藍色計程車 先去買了便當 接著就往新店山區開 遠景跟車在後方 一路尾鞋 他們是說他們有 有監控 怕說被他發現 就在新店山區一趟 對啦... 見機不可施 警方決定服校攻堅 陳希傑 他因為他會製造爆裂物 製造五六顆 他說只有四顆出現 還有兩顆什麼還沒爆 他們是怕說他們身上 有這種很強的這種爆裂物 要抓人的外勤單位的 通通都已經在現場等候了 已經就在那邊買魚好了 只有我行事局長 李毅君 還有好像他們幾位的 他們行事局服務院的人 就待在這個會議室 他們那一邊看看 有什麼好消息回報過來 遠景全部武裝部署好 可是夜深人靜 怕動作太大 聲響格外清楚會打草精神 特地找來鎖駕開鎖 三點多的時候 他們人員都已經在那邊埋伏好了 埋伏好了之後 好 好像聽說是四點五十分 四點多鐘的時候 他們說要攻堅了 開了三道手進去 那分別在陳希傑 還有傳輸員的這一種環境裡面 就抓到人 這臭手不及根本就 這不會 人家說不會一邊 一旦之類的 就是這樣的 第一隊的隊長叫鄭欣銘 那就馬上就回報什麼 報告機場 抓到了... 終於 終於抓到人了 但是爆炸案 真的就是這兩個人他們做的嗎 他們的背景 潘哲明是一個計程車出機 陳希傑他是一個水電工 依他們的能力 可以做出殺傷力 如此強大的水銀炸彈嗎 陳希傑他跟警方說 他是自己跑到圖書館借書來看 接著再到中華商場的化工行 去買材料 至於TN7呢 則是潘哲明 他在工兵部隊當兵的時候 趁著演習從部隊偷出來的 他們一共做了12枚的炸彈 甚至還跑到新店山區 誓爆過6枚 但是這一些說詞可以相信嗎 大家想問的是 在他們的背後 到底有沒有幕後場景 今天你做的這個事情 你自己後不後悔 當然讓他們回來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 要對你媽講 對不起 這案子有沒有其他的共犯 沒有 那你這個屋主這個朋友的話 他知不知道這個事 他不知道 Rosa知不知道這個事 他不知道 陳希傑解落往後 切割所有人攬下責任 但警方懷疑潘哲明的角色 不單純 你跟陳希傑是怎麼認識的 以前我做那個通訪 工夫工程的時候 他幫我做事認識的 那有關於爆炸案 他有沒有跟你講有其他的工範 他的爆炸技術怎麼學來的 據我所設計的 就只有他一個人 那他爆炸技術哪裡學的 他好像是說 資料就是什麼讀書館 包括十萬個為什麼 跟導引武器控制系統 當中化學原料引爆原理部分 更畫上紅線寫下註記內容 但兩個人沒有相關包括背景 看書自學就能做炸彈嗎 測量他們兩個人 測量他們兩個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能力 來做這個炸彈 待會全數舉行 然後馬上弄一些材料 給他看看到底他怎麼做 確實是有這個能力 做炸彈出來的 檢警察出 陳希傑潘哲明案發前四個月 就到圖書館查閱爆破書籍 有潘哲明提供從軍方偷出來的 TNT火藥 陳希傑負責買材料 潘哲明設計製造炸彈的電路板 再交給陳希傑把化學原料 帶回家製作 而且犯案前 曾前往山區釋報了五次 技術成熟後 兩人在案發前又做了七枚炸彈 拿一枚到新店 本城工地旁釋報成功 緊接著挑選麥當勞下手 勘查幾間店後 由潘哲明開著他的藍色計程車 在四月二十七號晚上 開始放置炸彈 並且打電話恐嚇 抓到人以後 第一個偵查動作一定要去證實 看看他到底講的 跟他的實際上做的 是不是複合 所以說這是我們去模擬的 這一種重點 那麼當然 有請刑事局的人把它帶出來 然後我檢察官也到現場 然後就在那邊比如說 你當時是怎麼樣把這個放上去的人 這個構成叫他做 他本來要選擇溫地或者說肯德基 但是因為剛好他的天花板是密封 你根本就推不開 他就等於是整個是密封的 或是固定的 你不是說這樣一格一格可以推開的 那只有呢一發現呢 只有這個麥當勞 它是 它天花板是這樣設計的 而且為什麼會選擇民生店呢 據了解好像民生店也是他們 麥當勞第一家的起司店 而且呢他選擇在二樓 因為二樓的那個 這個南廁所的地方呢 基本上人比較少到那個地方 而且比較算是 比較不引起人家住一個地方 事後檢察官查出 總共製造的七枚炸彈 一顆誓爆之外 四顆拿來犯案用 剩下的兩枚分別丟棄在內骨根 木炸的橋下山溝 所以你為什麼會跳上麥當勞 選他的作案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很多原因日本也是目標之一 為什麼一直 這兩個國家都不是什麼 在做筆錄的時候 潘哲平他有講到說 他有曾經聽到 陳希傑在罵日本人 在罵美國人 你有要解釋嗎 沒有錢 所以說出此下策 實在太糊塗了 做了這種人神共憤的事情 大概從發生到破案 回到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也因為他的犧牲 他激發我們 對這個辦案的這種爆發力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 把這個案子給整破 告為他們這個犧牲 儘管陳希傑聲稱 恐嚇線上有說水銀開關炸彈 一動即爆 他沒有傷人意圖 還是釀成一死四傷的殘據 強烈TNT炸藥 還有這個水銀開關 而且又是放置在這個人多的 這一種餐廳的地方 這個行為太可惡了 所以說我們認為不值得營養 他那個都是謝哲之詞 就是怕被判死刑 他才這麼講 檢察官以殺人等罪 起訴兩人求處死刑 然而最終法院判決 陳希傑無期徒刑 潘哲明十五年六個月 有期徒刑 費盡心思他製造這樣 殺傷力驚人的炸彈 讓台灣的警戒 失去一名優秀的人才楊紀章 而殉職那一年 他才二十年 我們回到當年意外發生之前 楊紀章他準備報考 中央警官學校 而且他有一位 論及婚嫁的女朋友 他的大好人生 原本正要展開 這美好的一切 卻毀在炸彈客手上 這些照片 平常都是把它收起來的 我不可以給媽媽看到 不可以給媽媽看到 為什麼 不看 喪子之痛 要花多久的時間撫平 對楊紀章的爸媽來說 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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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跟他看到我 沒有跟我說什麼 我一直叫他紀章 你回來啊 回來啊 你不要走 想想夢想那些 不管在台北是什麼地方 到國外去 我沒看到 都沒有不清楚 那過 楊紀章的父親楊文光 國安局人員退休 過去也是防暴專家 每每化險為夷 安然退休 萬萬沒想到 小兒子楊紀章 緊專畢業後 從保衣總隊 借調刑事局特醫隊 才剛踏上防暴之路不久 卻在任務中殉職 楊紀章的遺物 收藏在世界警察國務館中 他的準考證旁 楊爸爸寫下的文字 讓人鼻酸 4月28日壯烈殉職 報考中央警官學校 宿願未嘗 空留下一張準考證 憶恨前骨 楊紀章走後 留下傷心欲絕的雙七 也留下了她深愛的女友 我在流淚 我在流淚 沒人知道我 就看到殉職遠景的一些名單 那我就站在那邊看 就看到她 就看到有她 就看到她當時 當時穿的那件 被炸爛的那個防暴衣 整個人就呆呆的 就站在那邊就這樣子看 我在流淚 事發前一年 蘇沛的高中好友 介紹她跟楊紀章認識 楊紀章外型高大帥氣 雙魚座浪漫又害羞 讓蘇沛很喜歡 那個其實是在我出道之前 那個時候其實 怎麼講啊 就是... 就是那時候就很單純的交往 那我發生那個事情之後 其實我也很傷心 我甚至在上台表演唱歌之前 我都還在哭 那一年蘇沛準備出道 當電視中播出麥當勞爆炸案新聞 她的世界變了調 本來兩個人論其婚嫁 無奈命運捉弄人 從此天人有隔 因為麥當勞爆炸案 催生真骨隊 也提高了警示局的危險家計 同時為了表彰楊紀章 她近身一線刺激 她也是第一位入寺 忠烈子的頂章 麥當勞為了避免爆炸案 類似事件再發生 對所有店面做了這個改善 事後當然也把這些天花板 全部改成密閉式的嘛 楊紀章的犧牲 血的教訓 換來警察同仁在防暴處理的改進 與危險家計的提升 防暴人員的一個加急方面 也就是因為他們危險家計 也就是因為這個案子 也在提升了一些 楊紀章那個案子之後 國內幾乎沒有防暴人員的訓示 所以當然 他也是給我們做一些 等於是提醒 這個付出的太大 用生命的犧牲來 然後提醒大家要注意這些 所以從楊紀章案之後 國內目前在防暴人員是臨時亡的 楊紀章成為國內第一位 入寺忠烈慈的警察 並追進一線四星分隊長 楊爸爸望著家中牆上的照片 儘管不捨 但對兒子展現了英勇精神 滿臉驕傲 警戒來講的話 我們是一個凱某 是一個凱某 是一個凱某 好不好 寶寶 台灣多大事 五湯半月季 各位好 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灣多大事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 YouTube會員 有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多大事 你的家庭是有的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五湯半月季 趕快動手 加入我們的會員吧